新曲藏在眼后 一朗starry stop from nowhere 嘴角一丝情片 you know what is good so sorry for your taste 关在蒙收乐园演唱完感受如何呢 太多年了 我觉得很多歌手都有自己的一个舒适区 就是你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待久了 其实你是不知道自己好坏的 你永远在身边的工作人员围绕着你是不会说真话的 就是大家你不知道就是反正你做你自己的 然后工作人员有的人可能不太懂 有的人可能只会说好 然后我觉得在这里面 就大家直观的评价我觉得就是最可观的 所以我觉得比较勇敢把自己丢出来 他是歌手 刘立阳怎么可能不过他是明星好不好 跟四人接触会觉得有压力吗 不是因为你的阅历高你的年纪大 你就是比别人强的 我觉得这个大家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就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是用很真诚的心来创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被尊重的 就作为一个学习者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 因为我知道自己有不足 我也愿意承认这一点 我觉得人只有这样才能够让自己不断地去提高 然后才能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 否则的话真的就是 你就永远指不不前 永远在你自己的舒适区里面 或许你这一辈子都活在自己世界里面 都不知道外面还有那么大的天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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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